透过健康嘉年华活动 让民众也能够体验肢体受伤时的不便 盛工医院举办健康嘉年华 设置13个摊位 如花样嘉年华体验 长照2.0介绍 预防延缓失智介绍 保命防碟人人有责等 提供许多健身保养相关资讯 让民众以闯关活动了解各种资讯 今天是我们院庆70周年 来台复院的70周年 所以一个医院要70年真的不容易 我们今天是揭开我们庆祝的序曲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做一个 健康嘉年华的闯关活动 包括疫病的共享 还有我们整个的健康势能部分 包括我们社区的长照部分 还有我们整个节能减碳 营养用药的安全部分 我们都做了很多摊位 一共有13个摊位 让民众能参与闯关活动 那闯关活动还是有很多的礼物的 那如果闯关有通过五官以上 我们就会发摩采券 然后我们在下午的庆祝活动 我们可以当场抽出幸运的民众 这样子 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照顾老人的时候 我们常常不知道老人的脚会多重 他很辛苦 他走不快 有时候我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 你不会快一点 可能没有耐心 那你自己体验了以后 你发现 哇真的他的脚很沉重 他要走快真的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特别用了高龄体验的这个摊位 让大家体验老人家的脚 就是这样的体重 他没办法走得快 所以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就会更有耐心 神工医院的健康嘉年华 更用许多体验设计 让民众了解老年人的身体负担 与肢体的不便 透过民众置身的体验后 可以让民众在照顾老人时更有耐心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导